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是《99%的人一看就会》的理财书 听到书名大家应该就知道这本书说的是什么了 相信我们都不会是那剩下的1%哈 财富每个人都渴望得到 知名段子手英国文豪王尔德曾经说过 我年轻时还以为金钱是最重要的 如今年纪大了 发现那句话一点都不假 放到一百多年后的今天 这句话还是所言不虚 财富很重要 这件事大家都看得很明白 但是说到理财却是怨声一片 因为理财给人的感觉总是很复杂 十年前大伙能投资的东西只有股票和国债 现在好了 除了股票和债券还有基金 还有理财产品 还有纸黄金外汇P2P等等等等 基金还分股票型基金 债券型基金 QDII基金 指数基金等等等等 还没把这些投资品种搞清楚 就已经晕头转向了 所以有些人就仅仅把钱存在银行里 原因就是他们觉得理财太复杂了 而今天我们说的这本书就要告诉你 实际上理财这件事并不复杂 理财规划甚至简单到一页纸就能放得下 这本书的作者卡尔理查兹是一个拥有20多年经验的理财规划师 他创办了自己的投资组合设计公司 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等多家媒体的专栏作家 大家应该听过他的另一本著作 叫《理财最重要的事》 也算是理财领域的一本经典之作了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每天听本书栏目里面找到这本书 这次他基于自己丰富的理财经验 提出了一页纸的理财计划 也就是这本99%的人一看就会的理财书 作者理查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遇到很多客户 都是因为理财听起来太复杂 总是要面对各式各样的选择而放弃了理财 于是他决定写一本书 把理财这件事简单化 其实理财一页纸就够了 这是不是很颠覆我们对理财这件事的认知呢 下面我们就从怎样制定理财计划 和怎样投资两方面跟你说说理财这件事 有人说了理财不就是投资吗 投资想要成功可不太容易哦 作者说这样想就错了 其实理财的起点不是投资 而是弄清楚自己到底追求什么 最看重什么 说的形而上一点 就是明确自己的价值观 有了价值观 后面的计划制定和执行就容易多了 怎么做 你只需要做一页纸的理财计划 这一页纸有多简单呢 它只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 钱为什么重要 第二 对财务目标的预估 第三 要偿还的债务金额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 钱对你来说为什么重要 弄清楚了这个问题 我们就找到了关键所在 也就明确了你的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 理财计划的制定和执行 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钱为什么重要 钱当然重要啊 干嘛不得花钱呢 也许这个问题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 但恰恰是这个听起来很简单的问题 能够让你发现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渴望 这个环节的重要性就像是医生问诊一样 想想看 你去医院看病 医生如果没检查就开了药方 你能满意吗 应该会提出反对意见吧 医生的诊断程序 应该是仔细地询问你的身体状况 让你做一些必要的化验 基于这些情况才能下结论 理财也是一样 搞清楚钱为什么重要 就是在为财务状况做体检 作者的一个客户 曾经向他寻求理财建议 作者在一开始就问了这个问题 钱对你为什么重要 这个客户是一位明星医生 是急救团队的合伙管理人 是个成功女性 面对这个问题 这位客户思考了之后给出了答案 自由 自由 谁不想要自由 自由到底是什么 这个回答很好 但也很空泛 于是作者步步紧逼 自由对你意味着什么 灵活性 那灵活性为什么重要 更多时间 假设你有了更多时间 你要做什么 这位客户最后说 我很想生个小孩 这个答案让他本人都吃了一惊 似乎连他自己也刚刚意识到 原来生个小孩对自己是如此重要 在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里 我们可能都没有时间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 也有可能是我们不敢面对 而在制定理财计划的第一步 你必须认识到 对你来说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然后你的理财计划 要与你的价值观相一致 理财计划不是华尔街的策略 而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产品 问问自己到底什么最重要 让自己找到最重要的东西 这样就能避免被不重要的事分散注意力 就像畅销书作家史蒂芬柯维说的 内心深处有个激情燃烧的事 就很容易对别的事情说不 现在你可以拿出一张纸 开始你的一页纸理财计划 你首先要写下来的就是 钱对你来说为什么重要 接下来就是第二步 对财务目标的预估 在这一步里 你要记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 你只能做一个大致的估计 你之前看过的多数理财书 可能都会告诉你 要制定短期目标 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 我们的这本书却告诉你 这完全是多此一句 生活根本不会按照我们的预期发生 谈到未来的财务状况 我们最害怕的是不确定性 然而你必须要接受 充满不确定性 这才是生活的常态 就像你可能听过约翰烈农的这句话 我们忙着做别的计划时 生活已然在发生 事实上制定理财计划 有点像制定一个旅行计划 经常出去玩的人都知道 旅行计划切不可制定的太紧 时间表安排的太满 出一点小小的岔子 就会让一切都乱套 那还不如定好了去哪玩 列出几个必去的景点 其他的时间就随心所欲 是的 不管是旅游还是理财 我们都得和不确定性好好相处 成人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 反而会觉得释然 当然了 虽然不需要细节 你还是需要一个大体的方向 就像是出去旅游 你总得知道自己去哪吧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第二步 预估你希望达到的财务状况 在第一步里 我们明确了自己的价值观 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 在第二步中 我们就可以在价值观的指引下 按照事情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 定出几个目标 别紧张 这些目标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们可以随着你的生活状况 适时调整 也许你现在的目标是 五年后换辆宝马车 四十五岁前环游世界 六十岁前退休 每一件事情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让我们大概估算一下 一辆宝马五系轿车需要五十万 环游世界需要一百万 而为了在六十岁退休 我们假设你大约需要五百万存款 好了 把这几个目标和金额 也写在你的那一页纸上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第二步 做出自己的财务目标预估 下面是第三步 搞清楚自己的债务有多少 对财务状况最好的说明 就是资产负债表 你也可以编制出一张 属于自己的资产负债表 为什么有很多人 都不清楚自己的财务状况呢 这很难吗 也许很多人只是不想面对 你不愿意回想 买苹果7的分期付款 你不愿意回想 你双十一购物欠下的信用卡债 你不愿意回想 为了买下帝都的一套房子 你还要还二十年的贷款 然而 如果对自己的财务状况 没有清晰的了解 你就永远也没有办法达成目标 其实这件事 做起来也不是很难 不管你是不是有财务背景 你都应该听说过 资产负债表这个东西 我们要做的 就是制定你的个人资产负债表 找张白纸 用笔在中间画一条竖线 然后在左边写下你的资产 像是存款房子的市价 或是你的投资 在右边写下你的负债 你的房贷 车贷信用卡债等等 左边的资产总额 减去右边的负债总额 你就得到了自己的净资产 不难吧 好了 现在把你的负债写在你的那一页纸上 那这会儿 这张纸上已经具备了我们讲到的三个要点 钱为什么重要 对财务目标的预估 还有要偿还的债务金额 这张纸就是你的财务计划 就这么简单 记住 这一页纸更像是一张照片 而不是说明书 你可能拼过乐高 每个乐高产品都配有一本厚厚的说明书 告诉你先拼这儿 然后拼那儿 但是安装的对不对呢 你还是会看印在盒子正面的图案 这一页纸的计划也是一样 通过对比你的计划 你会知道自己是正在前进 还是偏你的方向 现在你也许会问 你确立了自己的价值观 找到了目标 认清了现实 制定了自己的财务计划 那是不是就该学习怎么投资了呢 不 还未时过早 在投资之前还有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知道钱从哪里来 为此我们要分别看看支出和储蓄 先来看看支出 通过做预算砍掉不必要的支出 你就可以积累自己的财富 生活中花钱的地方真是太多了 柴米油盐不能省 房贷不能不还 iPhone7不能不买 每个月的手机流量还得够 LV又出了限量款 微单相机又有了新功能 你承认会被层出不穷的新产品冲昏了头 可怎么才能保持清醒呢 答案是有的 还很老套 那就是做预算 怎么让预算发挥作用呢 你需要记账 通过你记的账 你会发现实际支出状况 和你感觉中的支出状况 完全不一样 你会发现 原来你把太多钱花在了自己 觉得压根不重要的事上 把你记的账跟预算进行对比 你就能决定减少哪几项花销 减少了不必要的花销 你就能多存下一点存款 当然了 我并不是让你批判自己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提升意识 也许你以为自己喝咖啡 只花了很少的钱 你记得自己一年只买了两三个包 记到账之后 你可能会发现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通过记账 你发现你在买包上 花了太多的钱 而你本来可以把这些钱 用作旅行经费 如果你找到了 必须改变的地方 那么你就能更好地 评估自己的价值观 和理财目标了 记住 这一切都是为了提升 自己的理财意识 不要批判 不要自责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储蓄 你要做的就是制定一份 适合自己的储蓄计划 然后马上开始行动 可能你在各种理财书里面读到过 储蓄应该占到收入的多少百分比 但是由于每个人看中的东西不同 生活方式不同 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 既然你已经制定了自己的一页纸计划 在此基础上 你应该能判断出 最适合自己的储蓄水平 这个储蓄水平 只与你自己的目标有关 跟什么专家推荐啊 都没什么关系 然后你就应该尽早开始 不管你是二十几岁 还是三十几岁 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 现在你应该马上行动起来 现在的年轻人 生活的压力确实太大了 二十几岁 你可能忙着缴房租 三十几岁 你又背上了房贷 其实国内还算好的 有研究表明 将近一半的美国人 需要紧急用钱的时候 在三十天之内 他们连两千美元都拿不出来 跟他们比起来 我们还算可以吧 尽管你觉得 已经落后于自己的目标 耽误了太多时间 千万别想着 通过一夜暴富来发大财 这种事实现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你需要做的 就是从现在开始储蓄 好 钱从哪里来说清楚了 我们终于可以来看看 到底要怎么投资了 整个投资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 该不该买人寿保险 第二 有没有要偿还的债务 第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要把真正的投资智慧 与狂欢式的投资区分开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要不要买人寿保险 帮助你做出选择 最核心的法则就是 如果有人在经济上依赖你 那么你就需要买 什么叫依赖呢 一对已婚夫妇 双方都有稳定的工作 没有孩子 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方不幸去世 另一方靠自己的工作 仍然能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 这就不算依赖 如果有孩子 或者留下的一方没有工作 那就算是依赖 很多人都不愿意谈起保险这个话题 觉得晦气 或者让人难受 但毕竟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理财计划 作为一个理性的人 我们还是要抛开这些情感因素 衡量相关的经济损失 假设你需要买保险 那应该买多少呢 当然是要看经济损失有多大 经济损失不仅仅是要考虑去世那一方的收入 还要考虑对再世那一方的影响 比如说去世的那一方年薪是十万 而剩下的那一方因为要兼顾工作的同时 分出很大一部分时间照看孩子 收入相较之前减少了两万 那么总的损失就是十二万 接下来怎么把损失的金额 对应到保险金额上呢 简单来说你可以应用百分之四法则 因为我们刚才算出来的十二万除以百分之四 保险金额就应该是三百万 说完了第一点人寿保险 我们来看看第二点 有没有要偿还的债务 如果有的话 你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先还清债务 还债也是一种投资 有句话说的好 懂利息的人赚取利息 不懂利息的人支付利息 什么意思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前面我们说到 为了买帝都的一套房子 你背上了二十年的房贷 假设房贷的利率是百分之五 现在找张纸画个圆圈 在里面标上百分之五 在圆圈的旁边 你再画一个方框 你觉得自己做投资 能赚到多高的收益率 百分之八 好 那把百分之八写在这个方框里 旁边再画一个问号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 是一个能赚百分之五的投资 收益确凿有保障 另一个是百分之八的收益 但能不能实现不知道 现在你应该懂了吧 由于实际中的投资收益 充满了不确定性 所以还清债务 是一项再好不过的投资了 好了 现在我们来看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把真正的投资智慧 与狂欢式的投资区分开 每个人对理财的理解都不一样 他们的理财计划也是各不相同 但有一件事 却很容易就让大多数人达成共识 那就是大家都对股票市场失望透顶 如果这位作者了解中国的股市 恐怕更是会觉得万念俱灰吧 中国的股民千千万 赚到钱的不知道有几个 可是说到理财 很多人想到的还是推荐哪只股票啊 最近哪个行业比较牛啊 你应该听说过有一些人 从亲戚朋友同事 同事的亲戚等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里边 听来一些小道消息 说是哪个股票要连拉几个涨停了 就把自己所有的钱 甚至还借了朋友的钱 全都砸在那个股票上 最后怎么样呢 没听说几个真的能赚大钱的 作者本人在90年代科技股热潮的时候 禁不住周围人的劝说 花一万美元买了一只科技股 当时也算是一大笔钱了 但是科技股的热潮很快散去了 他投资的一万美元 到最后只剩下了81美元 而回过头看看美国的股市 其实大盘一直在涨 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为什么大盘涨了 股民还是亏了呢 原因就在于 他们把投资和投机混为一摊了 对个股的一点点个人了解 是远远提供不了收益保障的 在投资中 你要记住的原则是 一把你的投资组合多元化 二保持低成本 三风险和收益之间 总是存在相关性 多元化相信大家都很清楚了 理财的经典哲学就是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篮子有个闪失 所有的鸡蛋都保不住 而低成本的重要性何在呢 投资中存在非常多的 不确定因素 像是基金经理变动啊 基金公司股权结构变动了 政策面的影响了 公司业绩下滑了 不胜为局 任何一个小小的因素 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收益 但唯有一件事是确定不变的 那就是成本 举个例子 一般的股票型基金管理费率是1.5% 而指数型基金的管理费率才1% 啥都别说了 直接买指数基金 风险和收益的关系 大家应该都特别清楚 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想要获得高收益 你得承担高风险 换句话说 想要赚大钱 那就做好亏大钱的心理准备 这三项就是投资的基本原则 原则我们都知道了 你想问具体怎么投资 对不起 还真没有一个 人人都能拿来就用的详细计划 原因你知道的 每个人的诉求不一样 理财计划当然要因人而异 因地之矣 要是非得知道个大概 有一个原则你大概用得上 这也是机构投资者的默认配置 也是经过了历史验证的 这个原则就是 在你的投资中 股票和债券六四开 这个默认的投资比例 会让你获得比大多数人 都要高的收益 而且这60%和40% 你必须要坚持下去 用专业词汇讲 你要每年做一次再平衡 简单点说 你有1000块钱的投资 600块买了股票 400块买了债券 一年之后股票涨到了700块 你的黄金比例被打破了 怎么办 卖掉股票买债券 把比例恢复初始设置 那要是股票跌了呢 那就反过来 卖掉债券买股票 有了配置得当的投资 你要做的所有事情就完成了 接下来 你就可以坐享其成了 是真的 千万别太勤快 要懒一点 投资的有趣之处就在于 你做的越少 结果越好 股神巴菲特说 我们标志性的投资过程 是近于懒散的良性毒质 投资就像是种下一棵大树 现在你需要的 只是在这棵树下乘凉 听我讲了这么多 你还是觉得对理财 没什么把握吗 没关系 大家都有一样的顾虑 为了让你安下心来 我再给大家几棵定心丸 作者以自己 二十几年的理财经验 总结出了两句话 把这两句话放在心里 会给你一些行动的勇气 第一句 问题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 可能你现在感觉很糟 没房子没存款 其实还好 深呼吸 你还有机会 第二个 我们的困惧是相同的 每个人 每个家庭的情况 看起来都各不相同 但事实上 我们追求的 都是相似的东西 幸福 安全 和稳定 以上就是我们这本书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一看就会的理财书的 主要干货了 我再带大家回顾一下 你的整个理财过程 主要就包括两步 制定一页纸的理财计划 然后朝着这个计划的大方向 进行投资 这一页纸计划的内容 你可以根据生活里的变化 不断调整 但是它的组成部分 始终是不变的 要写下钱 对于你的价值所在 要写下你估计的目标 以及你要还的债务 这几个项目 将作为你的旗帜 在你的投资道路上 指引方向 你要少花钱 多存钱 这样才能有钱可投资 投资的第一步 是考虑人寿保险的必要性 然后把能还的债务还上 最后你要做个理性的投资者 坚守自己的价值投资理念 不动摇 如果你全都能做到 相信你一定能实现 自己的理财梦 今天这本书就说到这 恭喜你 又听完一本书